縣府觀光處今天在國姓泰亞獨家村辦理 北港溪溫泉機的開幕儀式 包括縣長林明珍、交通部觀光局局長張喜聰 以及縣府觀光處長陳世賢 各觀光美術席會的理事長都硬要出席 開幕式在近年大學複色高中儀隊的表演中隆重展開 包括前鋒國小泰國隊、夢海、舞蹈團也都硬要表演 而泰亞獨家村未來吸引更多民眾前來泡堂 特別開放上午11點前免門票入園 李信長表示天氣漸漸寒冷 2020南投溫泉季今天在泰亞獨家村首先起跑 泰亞的環境優美很適合遊客前來蹲塞泡溫泉 歡迎全國的遊客來此享受最優質的碳酸其納泉 天氣漸漸的寒冷 那麼2020年我們南投縣的溫泉季 今天就在我們泰亞獨家村首開活動 泰亞獨家村它這個環境非常的優美 而且它面積大概有50公頃的面積 同時這裡面有茂密的森林來這邊爬山走路 然後去泡溫泉是最好的一個度假的場所 所以我們今年的溫泉季我們在整個南投縣有三個溫泉區 那麼雷港溫泉區就是有代表我們泰亞來做行銷 那麼在埔里有我們的天泉溫泉廢館還有禮潭來這邊享受 另外在我們東埔有東埔的溫泉區 那麼我們每一個溫泉區在不同的假日裡面都準備要來開幕 今天收藏就在我們泰亞 今天來的觀眾相當的多 我們希望全國的民眾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不敢出國去旅遊 那麼我們國內旅遊這個溫泉區讓你泡溫是最好的旅遊選項 尤其南投縣的溫泉都是碳酸清納 這個品質相當的好 來泡溫之後你的皮膚會細嫩更美麗 所以現在歡迎全國的民眾有空就到南投縣來度假 到南投縣來泡泉來享受南投縣的各溫泉區的美食 交通部觀光局局長莊錫聰表示 2020全國溫泉季在三個月已經開羅 全國共有17個溫泉區 今天則由南投北港溪溫泉區舉辦起泡漁試 歡迎所有愛好泡湯的遊客 前來享受北港溪的碳酸其納泉 好 我們今年2020年的溫泉季 那麼已經從上個月就開羅了 全台灣有19個溫泉區 每個溫泉區都會舉辦溫泉區 那麼今天是由南投溫泉區的一個開羅 在我們國姓的北港溫泉區 我們今天能夠如期這樣舉行的溫泉區 其實是因為我們疫情做得好 防疫的工作大家都能夠落實新生活 那麼全世界各地目前的疫情非常的嚴峻 很多地方都沒有辦法辦理大型活動 連旅遊都出不了門 台灣能夠得天獨厚 是一個在這個疫情嚴峻的時節 能夠安全旅遊的一個聖地 一個寶地 特別是我們南投縣 觀光資源非常的豐富 溫泉資源也特別的優厚 我們有三大溫泉區 今天的這個北港溫泉以外 還有埔里溫泉區 我們東北溫泉區 都有優質的一個溫泉 提供給大眾 那我們更加珍惜就是說 我們南投有好山好水 我們到南投來泡湯 又可以同時享受森林 健行健走 各種運動的旅遊 這是目前我們遊客最喜愛的一個旅遊項目 我們也歡迎全台各地的民眾 來到南投來泡湯來健走 觀光初找陳志賢表示 2020南投溫泉濟系列活動 將持續到明年的1月31號 11月20號之前 南投旅遊消費單比滿500元以上 即可登入到南投觀光玩起來網站 有機會抽中汽車 相關的活動詳情可參與 走進南投官網 或是搜尋二女南投臉書粉絲團 就能夠獲得最新活動消息 記者陳英志 福興鄉採訪活動